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然是对生命有益处的 所以我们可以先把跟益生菌有关的三个或十个名词先讲清楚 各位知道抗生是一种夹 antibiotics 我把anti改成pro 改成pre 改成sin 改成post 就可以叫做益生菌 益生质 合生质 跟后生质 所谓益生菌 当然由它的名字就知道 对我们人的健康有帮助的菌 叫做益生菌 益生质 请各位注意 不是对人可以吃的 而是对益生菌可以当作粮食的 它是间接地对我们人有好处 它先让益生菌长得好 益生菌又来帮助我们 所以叫做益生质 那市面上的产品干脆就把益生菌跟益生质合摘其脉 把它叫做合生质 那另外常常有人说益生菌要吃活菌 但事实上不一定 因为益生菌的某些代谢物 是对我们有生理活性的 所以这个菌死掉以后 它的代谢物还在 最后我把我们在判断益生菌产品好不好 到底要注意哪些事项 也提出来再次重复 看看有没有病菌出品 只有属棉种棉的不算 同性同棉的 没有生分身质号的没有用 另外有没有研究数据 你看到市面上 医生菌很多 都是直接能到 十公主买一株菌来发酵部卖了 有没有研究团队在支持 你要知道 我们是研究了18年才上市 所以市面上 使用者有什么意见 在我们发表过的 paper 马上就可以找不到 马上就可以回答 另外菌素当然要标示 还有呢 加上刚刚所讲到医生植粉 最重要的是有没有产品的资讯 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网站 把整个做过的实验 新的发展都放在上面 让大家都了解到 这个产品最近有什么新的发展 多菌素 这种优于单菌 就像我刚刚讲的 杨乐多 硬珠菌呢 可以在40个国家 卖的下下降 当然我们不敢说 NPU-101也这么好 但不一定 好的菌的话 硬珠菌也够了 另外 体内是不是又于体外 这些菌是由体内分离出来的 还是在体外分离的 我们都了解到 体内分离的当然 比较容易适应体内的环境 那本土是否优于外来 我们从台湾分离的菌 当然对台湾的环境 应该是比较适合的 但是市面上卖的菌 相当多都是欧洲 因为欧洲在主酸菌研究的很多 所以本土的菌并不多 低生菌为什么会产生它的健康移出 它主要是跟肠道风生菌 或质品菌相入作用 它可以影响免疫 然后本身产生的代谢物 即使会对素食产生影响 那可以抑制潜在的病原菌 增强肠道屏障的功能 而且可以抑制炎症 跟调节免疫环境 那因为这些综合起来 它们可以维持跟改善健康 而且可以降低某些疾病的风险 那医生菌有没有可能潜在的排除 基本上是没有 不过有些人不用后 也会觉得这个 因为不同的菌 这些物作用大部分 都会在几周内消失 那有些会出现头痛 这个是只要更换医生剂 补充剂就可以 那有一些医生菌 可以产生不良的反应 如果换了可能就好 那某些医生菌的补充剂 含有过母的乳糖 那可以核对标签就可以避免 那有些人是不适合吃的 像每一系统地下 静脉插管 最近有做过手术 急性移倡人 或长期住院的人 这些都是 就是 虽然医生菌 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 保健食品 或是一个 食物 类似食物的东西 基本上是安全性 必须要非常安全 才可以拿出来贩售 如果这些人 是不是能吃的 那怎么去选择 我想这个 刚才那个 潘教授已经讲过 我想合理善事 才是一个最基本 那医生菌的服务 所以要根据自己的需求 那刚才潘教授也在讲 要充分了解自己服用 而且要关注的 除了这个菌以外 他是用什么样的配料 那这些特殊的人 婴幼儿病产度 人跟病人 这些可能要先询问 那没有证据说 医生菌常行使用 有不良反应 所以大家可以 可以放心使用 那医生菌不能代替药 假如你有生病的 还是要吃掉 这个是保健 那在患病跟治疗期间 是否要不用医生菌 要咨询医师 那这些菌在里面 扮演什么样的功能 你可以想到的人 最重要的一些功能 包括免疫 包括血缓心疹 包括一些神经许好 包括能量的生命 包括内昏迷 甚至它会影响你的病原体载量 最近Combin-I-T也有人研究 它们有肠道表现的 科病有肠道表现的 其实它的肠道菌 是不一样的 那它会合成一些 我们很重要的 包括神经传导的物质 那包括一些很重要的代谢 甚至我们吃药进去 也都要必须经过这些 细菌的影响 那我简单把它商量 其实这些细菌在里面 就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代谢 它会代谢 第二个是免疫 那只要代谢是金融体系 免疫就是实化体系 那另外我们吃红肉 之所以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 这些红肉里面的胆碱肉碱 必须要经过细菌 才会产生三甲胺 然后经由肝脏的酵素 产生阳酪胺 它会产生所谓的心血管疾病 那另外我们吃纤维 会产生一些好的作用 也必须要经过这些细菌 这些多糖可以经过了 细菌的作用 产生短练脂肪酸 你才会产生好的影响 所以你吃不好的东西 或吃好的东西 都需要经过这些细菌的方法 那另外 假如没有这些细菌 你的免疫发展是不完整的 所以现在为什么那么多 气喘的 那么多的自体免疫疾病 因为大家 大家现在都 肠道的细菌都不过多了 那除了代谢跟免疫以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肠脑中 所以这个就是肠道菌的三大作用 一个是代谢免疫 第三个是通过肠脑中 所以肠道这些细菌 其实是第二个大脑 所以这些它会在你的大脑 留下一些印记 它会影响你的情绪行为 认识跟感官能力 那其实你快乐快乐 很多都是祝党的实在藏道菌 那边请不吝点赞 订阅